明明是營業時間好幾個民眾撲空 板橋大圓百28號無預警停業一天 板橋大圓百又有確診案例 所以在今天公告暫停營業一天 而其他的員工也都要進行PCR採檢 確診的是桂園第一線接觸民眾 會算在29號確診數中 他是原本快篩陰性 後來PCR轉陽性CT值31 大圓百停業進行清銷 只是這已經是疫情以來 同一個地方的第二次 尤其這次是都要開門營業了 突然接到通知 不止員工覺得臨時 現在1500名員工要進行篩檢後 確認陰性才能復業 但這樣問題又來了 板橋江翠篩檢站大排長龍 人都排到帳篷區外 不少人還身穿百貨制服 原本這裡疫情期間最高一天996人 28號直接破千 就是因為很多圓百員工 就近到這裡篩檢 他讓我們自己去找醫院 他沒有固定的一個醫院去篩檢 才說佳麟就要破蛋 看來疫情真的也不能鬆懈太早 TVBS無愧李祖恆新北市採訪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